今年六月屏東縣長周春敏 還帶著平安立委參選人 徐展偉跑行程 受到鄉親一片支持 看似信心滿滿 卻突然宣布退選 在地方投下震撼蛋 我只會說五天 真的假的 我會靠出來 我這邊比較好 支持選民不捨 但不支持的人也有 7月20號徐展偉20萬腳保 有地方人士放煙火 也到他服務處前放 臉書PO文大方承認 就是看不慣 徐展偉退選 有人哭有人笑 但另一個問題浮現檯面 接下來民進黨誰能接手 前方辽鄉代表出聲推薦 前屏東縣長潘孟安哥哥 現任議員潘方全被點名 但不管推誰最直接的 就是會對上 武黨籍立委蘇正清之子 目前唯一表態參選的蘇孟淳 民進黨平南選區 目前還亂成一鍋州 對手國民黨卻也遲遲未推出人選參戰 許欣雲議員那個也有提過嘛 張榮是議員的哥哥張榮南也有議員 民黨也沒有說會不會比較有力啦 我們還是要推人選就是三喀都嘛 黨部主委坦言 不管如何都會呈現三角都 舉展為退選是不是藍營好機會 綠營如何整合平南選區還有的戰 參選朱俊傑股不先屏東報導